好 我沒有說到很好 但是因為 你知道就是 我們在30年剛剛進這個行業 我是第五屆的金雲獎歌手 他是 他應該是第一屆還是第二屆的大學成 大學成歌手 那那個時候我們辦很多的校園巡會 我們都會一起去做Bus 然後去參加演唱會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出了唱片 都會做宣傳 所以從那個時候 30多年前就認識 然後 嗯 啊 真的好傻 然後其實後來好幾次 在露營的現場碰到 然後在 街上碰到 然後當然他是街頭藝人 然後 還有一次我最記得就是 在 大賣場碰到 他每次碰到我就會 一直跟我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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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講很多屬於他自己的生活 然後 其實大概都會聊到半個多小時 然後就站在那邊就一直聊 一直聊 然後大部分都是他在說 然後其實在那個經驗當中 我就聽到說 他其實對他周遭的人 對他的人生 他有很多的怨 可是很多的怨的同時 他通常在講完說 像那個誰誰誰對我怎麼樣怎麼樣 像我被誰誰誰騙了多少多少多少錢 像那個怎麼樣什麼 但因為細節我真的不記得 他後面都會合理化 但是也沒關係 反正我也在乎 反正你們要這樣子 像你看我現在做街頭藝人 你們怎麼看我 我本來很有名 然後我現在做 我自己開心就好 他一直在用很多的理由去 合理化他自己的不開心 跟他的怨 所以常常我每次有機會碰到他 我就這樣讓他盡量說盡量說 其實在那個當下 也許他也是 也許也是在跟我救救 然後 我也不知道我能多說什麼 然後我也有跟他講說 有需要多跟我聊一聊 沒有問題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有學習 所以不要不要怕 不要怕生出什麼 那前一陣子會開始借用的藥物 其實就是一種警訊 那在接下來採取了這樣的方式 所以之前其實有跟他聯絡 就對了 知道他有在吃一些 可能抗憂鬱的藥嗎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是前一陣子那些新聞 爆出來他是借助毒品 然後來去讓自己 能夠在這個世界上 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 到時當那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他在面對媒體的那個態度 也適合理化就是說 那又怎麼樣 就是 他對待這個世界的態度 已經是 十五十萬平 所以 我想 嗯 也許他真的累了吧 他真的累了吧 那 嗯 說明他的朋友 我會很心疼 但是 也許在那個當下 他也沒有辦法想到別的 那 嗯 他最後 他是不是好像最近都沒有跟大家聯絡 因為後來他就當街頭藝人 就都沒有消失 對 但之前好像有跟你們合作過嘛 對 我們都有 我們都有 我們都 就是那種革命情感 是大家在平常工作的時候 會去累積建立起來的 那後來他在當街頭藝人的時候 他也有講究說 我也不在路邊怎麼看 可是他跟我 只要我們碰到 我們是有聊天的 所以就會 嗯 很心疼 可是 我覺得 嗯 某種程度上 我是可以理解他的選擇 那 會覺得心疼 會覺得 甚至會生氣的 會覺得是傻 是可以求援的 你 在那個當下 我可以理解說 你覺得可能全世界都在跟你作對 沒有人能夠幫你了 可是你只要一通電話 任何人 是 是 是